记者肖宇涵台北报道,前黑色惠妹妹强强林嘉玲和爸爸,福利汽车林茂属董事长先前因卖房遭诈骗, 妇女提告并报警后大动作召开记者会,不料却接到对方提告妨碍自由, 金妇女俩一早带住18组受害人在市林地间再次开记者会, 强强说自己模糊地骂对方大胖子跟丑八怪就哀告, 他酸,我又不是被吓大的。 强爸在旁则气愤地说,欢迎他们来告强强表示, 爸爸曾带多名受害者与对方调解,却被对方指带黑道, 他说,我爸爸是警委会的委员,来的都是警察哪有黑道。 而他自己也被对方提告报,恐吓,强强则酸说, 骗不到我们家就想告我,我又不是被吓大的。 强强霸日前欲出售位于台北市大同区的32平, 2000多万房子,上月找到买家后, 对方碰面当天便签约,更在三天后会款200万订金, 但接下来却急住办理过户让他们察觉有意, 强强霸解释,通常付完订金到过户到一周时间, 而且通常由贷书办理,强强把发现事情不对后立刻到银行拦截过户手续, 保住2000万的房子,以及可能要背的1600万贷款。 当时对方第一时间找上门希望谈和解, 不过强强与爸爸都认为应该揭发此事, 我们即使可以不要管这件事, 但有很多受害者来家里诉苦, 爸爸想要把事情揭发出来, 不要再任由他们喊人。 强强挨告恐吓, 我不是被吓大的。 记者肖宇涵社, 强强, 又, 与爸爸一同召开记者会。 记者肖宇涵社, 强强挨告恐吓, 我不是被吓大的。 记者肖宇涵社, 我不是被吓大。 我不是和疑大。 感谢观看